NASA的OSIRIS-REX采样计划 寻找生命起源 美国NASA的人造卫星OSIRIS-REX 不只成功进入贝努星 还拍了新照片 科学家认为 这颗有450万年历史的小行星 可能会让我们找到生命起源的线索 OSIRIS-REX正在进行采样返回任务 主要目标是收集贝努星图长样本 再将其带回地球进行分析 这个月22日 NASA分享了贝努星南半球的新照片 这些画面是用太空探测器上的NavCam拍下的 这项技术不只能让OSIRIS-REX 能够拍下太空陨石的照片 还能监控这类行星周围的路径 贝努星宽度约近500公尺宽 被视为人造卫星所环绕的最小天体 截至目前为止 OSIRIS-REX已经在贝努星周围绕行轨道10次 以每秒5公分的速度 完成一次轨道绕行 需要大约62小时的探测时间 太空探测器绕行贝努星团队便能够借由收集的数据 为2020年7月的样本收集任务决定地点 根据OSIRIS-REX官方推特写道 太空船距离地球超过9500万公里 这样的距离探测数据需要超过10分钟才能够发送 并且与NASA的控制团队进行联系 自1999年9月11日来 林肯进地小行星研究小组发现这颗行星后 NASA便持续在观察它 自1999年9月11日来 废 blessing 自1999年9月11日大 买转型的